奥运手今勤勿坎坷,远嫁美国仍坚持中国籍,身怀六甲仍为祖国奔波中国体坛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,他们在赛场顽强拼搏,为国争光,赢得了数不清的荣誉,吴敏霞,张继科,孙杨等等,都获得了多个世界冠军,每一个金牌背后都是辛勤的汗水,每一个世界冠军头衔都来之不易。 不过,有一位中国运动员,在职业生涯,一共获得了59个世界冠军,是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,她就是前中国女子短道肃滑队运动员杨洋,从小杨洋就有着冰雪般的安静,因此,父母也给她取了个小冥冰心。 俗话说,一方水土,养育一方人出生在黑龙江的杨洋,从小便对华冰热爱,常常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冰面上玩半天也不觉得累,改变杨洋命运的。 是一个叫王春瑶的业余教练,那一年杨洋年仅八岁,之后,杨洋被省体校的金美玉老师选上,进入体校开始,杨洋由于基础不佳,每次队内训练都最后一名。 为了不被退回原籍,杨洋刻苦训练,最终成绩能够达到队内顶尖,免去了被退回的命运。 1995年进入国家队,2002年杨洋夺取了中国历史,上第一枚冬奥会金牌,同年,在世锦赛上,杨洋一举拿下500,1000,1500米和个人全能四项冠军,实现个人全能六年冠,举是震惊, 整个生涯里,杨洋获得59个世界冠军,2006年8月17日,杨洋在北京举行了退役仪式,宣告退役,2010年,杨洋参加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选举,她以89票,赞成5票反对的绝对优势当选,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运动员身份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,也是继合着梁,吕胜荣,与在亲后,第四类,来自中国大陆的国际奥委会, 国际奥委会委员,2016年6月10日,第56届国际华联代表大会,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举行,杨洋以102票的得票名列第一,高票当选为塑华第一理事,中国深奥的时候,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到北京开始,杨洋就是怀着宝宝一起开启深奥之旅,从北京到洛桑,再到吉隆坡,马不停蹄,杨洋站在演讲台, 宝宝却在拳打脚踢,深奥成功后,回忆起那段带着宝宝一起深奥奥的经历,杨洋表示另有一番滋味,从平公团来北京前两天开始,我就开始冒汗,恶心,吃不下饭,而后台下记者问他,接下来要做什么? 他回答道,当然是回家看儿子,而且肚子里这个也都七个月了,要休养一段时间,赛场上的杨洋从容淡定,而吞去比赛服之后,杨洋的打扮,让他显得时尚端装,让本就无关端正,气质绝佳的杨洋显得更有气质,很多人都认为杨洋有一种独特的气质,令人赏心悦目, 无论是运动员时期,或者是退役之后,杨洋是一位大美女,可是她的爱情之路,却不是那么顺利,她一共经历了三段感情,第一段是在黑龙江省队的时候,男朋友也是运动员,之后由于杨洋调到了国家队,距离太远,双方也渐渐的没了感情,2002年前后,杨洋与美国人安迪盖博走到了一起,由于双方性格的差异, 这段感情也未能修成正果,2007年11月18日,杨洋与张震在三亚举行了婚礼,杨洋的丈夫张震是美籍华人,叫杨洋年长五岁,出生在香港,毕业于世界名校斯坦福大学,张震是一位顶级高富帅,身家是迷一样的数字,早在他成家前,就运作上一美金投资,可以说实力极其雄厚, 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郎才女貌,曾经被包裹在运动服而无缘亮相的苗条身材,随着一身露金装照片的发布让人羡慕,杨洋蜕变出的美丽,更在于他身上自信而优雅的成熟气质, 一身职业装的杨洋露出标志性的微笑,散发出运动员身上罕见的气场,杨洋的华丽转身,称得上师体育界的瞩目人物,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杨洋,永远保持着优雅,性感的身材,得体的着装,周密的思维,大方的谈吐, 在国际体坛树立了中国女运动员的崭新形象,而开阔的视野,创新的魄力,做事的激情,执着的坚守,也为中国女运动员提供了一个优秀样本。